戊尔·杨涛 下面我们再进行互问这样的环节 问答环节 因为我手上的问题太多了 所以我挑选了一些按照顺序来 一会儿没有被提问的同学也不要遗憾 因为问题是大家共同分享的 第一个问题是比较尖锐的一个问题 我们其实有几位同学提到了 那我也是把它汇总到一起 也就是同学提到 我们在很多的旅游过程中 我们都到过一些大大小小的寺庙 都有被寺庙里片钱烧高香的经历 包括有时在汉地的寺庙 这种功利化的倾向 仿佛是更加的严重 那么不知在藏传佛教的寺庙里 是否有类似的情况 在此请问大看部 针对这些情况 佛教体系里是怎么看待教育与管理的 有请看部 关于这个寺院 现在去向于商业化的问题 是的确比较严重 尤其是在汉地 包括现在这个四大名山 都有些已经上市了 有些正在上市 有些呢 准备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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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对这个很多的网友 很多的信众 非佛教徒 非宗教徒 都有议论纷纷 各所不移 实际上有些佛教徒也是无奈 也是无可奈何 但我在想 以后真正的佛教的去向 会有这样的一些危机 不过我们藏传佛教 暂时来讲 以前明南 佛学院的一个法师 给我提过了十几个问题 然后我在这个文答里面 叫藏密文答路 这里面我也对这个问题 已经阐述过 目前我们藏传佛教 个别的一些大的寺院 像拉萨和青海一带的话 个别的大的寺院 也要面临着这种问题 但大多数的寺院 现在还没有 所谓的卖高相 或者说有一些商业 稀奇非常浓的现象 到目前为止 现在看不出来 不过我最近看到 国家好几个部门 也下方一个新的文件 对现在的一些 在寺院里面 卖高相 或者说是 把寺院宗教活动 和女友场地 结合起来的这种行为 稍微有不同的态度 我想以后 如果真的能身体理性的话 可能对佛教来讲 是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其实我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也说过 我们的汉传佛教的寺院 最好不要买门票 因为寺院根本不需要缺钱 不需要缺钱 而且买这样的门票的话 那么逐渐逐渐 到底是寺院 还是女友境地 就分不清楚 所以我想以后 很希望 就各个寺院 最好是不要有 真正的上野 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包括我所在的佛学院 前一段时间 有一群领导 给我们谈话 就是说是要女友开放 一定要如何如何 我们后来说 也许可能我们 就是这个不一定 当得住 但是我们暂时希望 我们是一个佛学院 我们是一个寺院 要保持一个清净的环境 当然有些来 女友在自己看的话 也可以看一看 但是最好不要跟荆棘挂钩 如果跟荆棘挂钩以后的话 对大家都很累 大家都不是很这种滋味 所以说我们很希望 以后所谓的佛教场地 就是保持一个清净和临近 对人带来一种 真正的相和和和谐的感觉 谢谢刊部 我们其实今天在座的各位 就感受到了这种相和 好这种幸福 第二个问题 请问上师 我们追求的世间的快乐 与初世间的快乐 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我们可以通过追求世间的快乐 修成初离心和菩提心 最终获得初世间的真正的快乐吗 其实世间快乐和初世间快乐的 主要的不同点 初世间快乐是 超于我们的一些暂时的感受 大家都知道 世间的所谓快乐 是感情的 财富的 以及我们在一边晒太阳 一边喝茶 这就是一种世间快乐 但是真正的初世间的快乐 先可能你依靠这个处理心 直到三界轮回都是痛苦的 后来你产生一种 饶益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的 这种菩提心 然后慢慢慢慢产生 万法皆空 无有思想的这样的 我的这种智慧 在这个时候 你产生一种智慧 产生一种证悟 这种证悟的快乐 一般我们用语言 用文字 用标识方法的话 很难以描述 这个时候的的确确也是 无法言表 不可思议 就像《心经波罗波罗蜜多》 你们所讲的那样的一种境界 舍不亦空 空不亦色 但是这个用我们语言来表示 非常难以说到 它的真正的实相 所以说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如果真的要努力的话 其实佛教的很多的境界也好 就是所谓的大乐 快乐 这些在自古以来的无数的谦卑大德 都是通过修行最后真的 这种无我的境界 因此只要是有信心 只要有这样的信念的话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 会到达这样的境界 只不过可能有些人的福报还没有具处 有些人的信心还不足 最关键的需要信心 如果我们没有信心 我们有一种邪见 蔑视的态度的话 那这样的出世间的快乐 肯定是没有办法获得的 因此先应该有一种追求出世间的 快乐的 勇猛的精进和信心 那么结合起来的行为 最后得到来的 肯定是得到的真实的大乐 感谢刊布 那么接着刊布刚才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有延续性的 我们接着刚才这个提问 这位朋友问的是 第一个 什么是菩提心 世间人如经历过世间的疾苦之后 做出的出家选择 那么和出家人从小就出家的 它有开悟心性上的区别吗 所谓的菩提心性 我刚才在下午的讲课当中 也是大概的说了它的定义 那么从小出家跟我们说半途出家 其实这是它的开悟上面 关键是看自己的这种精进和缘分和根机 如果它的精进不足的话 即使从小出家 但是你在修行旅途当中 不一定很早就获得开悟 有些你的精进和你的信心特别足的话 短短的时间当中 我想有些也有开悟和 有一些超胜的这种境界 这也是靠每个人的这种精进和信心的 这种程度不同吧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 虽然是同样学佛的 但有些人进步特别快 有些人不断不进步 就是到一定的时刻慢慢慢慢后退 也有这种现象 所以我想做任何一件事情 也有这样的这种进步和退后的过程吧 谢谢上师 今天下一位同学的问题 上师 您好 今天能听到您的讲课 我们都是很有福报的人 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 您所说的前世的因才有了今生的果 也就是说今世的命运 也就是说今世的命运 也就是说做善事 那么能改变今生的命运吗 还是只能去等到来世 那么还有一个说 做善事能把前世 那么今世来做善事 能把前世的恶因都消掉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 一些财富和地位好的人做恶事 但还是过得很好 而一些好人却没有好报 为什么 是和前世有关吗 那么一些人 还有一些人算命 说婚姻不好 那么好的婚姻和事业 能在今生改变吗 有什么建议吗 这个同学很有意思 好像这个问题不了一个了 问两个了 好多问题 想一下问清楚 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问题 我就上午可能讲了一些 也就是说我们今生当中所造的三业和恶业 对下世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今生当中所造的三业 对前世有没有关系呢 对前世所造的业 今生当中能不能断除 看你的程度 比如说我们佛教当中 专门讲 供圣 供养僧众 还有做一些非常强大的放生等等 还有佛陀和一些圣者面前 做巨大的善事 这样的非常 巨大的有些功德的话 那么前世所造的 即生当中 当下遣除 而且即生当中的现实现报 就这样的现象也是有的 同样的造的这个恶业 即生当中造的特别严重的恶业的话 部分的恶业 即生当中也有现实现报 这叫做现实现报 还有我们下一辈子 能感受的这种叫做损失的这种过报 然后有些业再下遣除 有些业再过几百年 几千年以后再可以感受的 所以所谓的业 它是极其复杂的 也是极其光大 普遍的一种秘 这种秘密 就是通过学习业因果的道理 以后才会明白的 所以我想我们刚才的 这位提问的人 他可能对佛教的一因果方面 半信半疑 并没有特别的了解 就是前世所造的业并不是即生当中全部受的 那么前世所造的业 部分可以你减轻 但部分也不一定 有些你如果造的特别大的业的话 那也是可以 就像我们现在世界上 做善事和造罪也是一样的 有些是我们现在做的这种恶事的话 可能再过几十年以后会判信的 有些很快的世界当中会判信的 有些现在暂时不一定发现的 但将来就是用自己成熟的 所以在这个复杂的问题呢 跟我们实践的这种犯法呢 就是基本上是相同的 好 谢谢 谢谢卡夫 下面一个同学 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 说今天我们的讲座 幸福的根本是心 那么既然幸福的根本是心 那么又存执着于幸福 既然诸法空向 那我们又何必执着于幸福与否呢 感恩上师恢复 因为我们实相当中啊 玩法的究竟实相是 应该是一切都是寂静寂灭的 可能它已经通到空性了 就是像它来讲呢 不需要这个 不需要幸福的讲座 但是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 因为虽然是玩法是空性 但是很多人还没有到这么高的这个层次 所以需要今天的这个讲座 如果它们逐渐逐渐地慢慢 就是像到达你的境界那样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原来 就像我们获得了博士学位的时候 原来所学的知识可以包含在里面 或者说是在这个时候 从山顶上看其他的群山一样的 这是一方面开玩笑 一方面玩法皆空是指的是诸法的实相而讲的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幸福的层面 就是我们现在的现象上讲的 那么现象和实相我们不能混在一起 这一点我经常用一些物理学家的比喻 比如说物理学家就是他把这个品质 应该是从实相当中观察的时候 它是有很多细微的分子原子组成的 但是阿因斯坦也承认 就是这里面可不可以装碎呢 他也承认 在现象上 他不会说这是全部粒子 粒子上面有碎粒子和什么这个 其他的粒子不能装碎 就是他不会这样承认的 所以我们佛教呢 并没有破坏我们现在的现象 并没有破坏我们现在的事件的 所谓的感情也好 所谓的一切的 我们的幸福也好 痛苦也好 这些是因为我虽然是做梦一样的 但是梦中是确实明明存在的 就像勇家大师所讲的那样 就是这样的梦还没有醒过来之前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是还真实地存在 所以我们一旦这个幸福呢 晚饭见空的境界到了的时候呢 幸福的讲座也不需要 面出痛苦也不需要 甚至待会儿这个下去的时候吃晚饭都更不需要 谢谢刊部 接下来呢有两个 有两个朋友这个问题是有点沉重的 那我们也思考一下 那我们在座有位朋友说 那可能是他的一个朋友说 患忧郁症 那也失去工作 找不到幸福 那另外一个朋友也在提问说 没有幸福之前还没有想过自杀 但是幸福之后却总想去自杀 那么是前世的这个业障造成的原因吗 就现在就像刊部您早上讲的 现在的忧郁症 这样的自杀的这种情况比较严重 那么我们今天也有两位朋友提了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想 就是很多人 所谓的这个 不管是游业症也好 自闭症也好 还有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综合症 还有一些恐惧症 就现在病来特别特别多的 就是一般可能一些医学界的人 都是很难叫出有些病的这种名称 但是这些情况呢 其实你这个 所谓幸福也好或者是其他的 没有关系的 只不过是你可能在发现的时候 恰好你以前并没有发现 自己带有一些忧郁症的 只是在后来偶尔的一些机会 和因缘碰巧的时候 你就才发现而已的 因此我们在这样的社会当中 任何一种苦难都可以面对 但是没有必要产生一些所谓的自杀 就是过分的 就是过多的这样的一种选择 其实这是很不明智的 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的话 只要我们的这个生命存在的话 其他事情都是怎么都可以过下去 即使你没有很多的金钱地位等等的话 你只要有这个生命的话 在现在的这个世代当中 我想你应该不会恶色的 所以有时候的有些忧郁和恐惧 当然是跟前世有关系的 这种关系你即生当中 真的有前面前债的话 恐怕是有时候很难对峙的 但有些用自己的 这种战士的一些仇怨而造来的 那这种现象 我们经常要念 梁华城大师的信仓 其实这是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就是各种 包括现在 莲花城大师的有些传记里面看的话 应该是现在的犹豫症等等 就是这些自信的 现在末法时代的各种各样恶业的 这种离病 就有非常大的作用和注意 就很有意义的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 末法时代的时候 有一些特别难以叫出名字的 一些各种疾病 还有在我们末法时代的时候 很多的恐惧 就是非人的危害 这是我们佛教里面讲 我们藏义里面 专门讲一些非人的危害 一些利鬼 邪鬼 邪魔 有些人说这是迷信的 其实也并不是迷信的 说实在的 我们鬼神和恶鬼的存在 我想你没办法否认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建议 不管是什么样 如今这个时代 我们最适合的念 莲花城大师信仓 不管是你信不信 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药 药不管是你信不信 只要你吃了以后的话 对你会有作用的 那么这些咒语 你相信佛也好 不相信佛 你哪怕是把它当作一种 戒毒的一种咒语的话 也是可以 像那个印度的话 有很多很多的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的 有些用法 它不一定要有信心 但是你只要念它的咒语的话 有一些现任加持国的咒语 到现在特别惯用 它有很大的要效 同样的道理 我的建议 我们这个像自杀也好 就是像那个恐惧 或者说是在生活当中 各种各样的不平安的事情 包括我的有时候 比如说做噩梦的时候 醒来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噩梦 看是不是我生病了 马上要是不是我死了 我就开始念一百遍 莲花生大师信仓 然后就睡下去了 睡下去了 也很舒服 可能也许自己的心性有关性吧 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还是莲花生大师的信仓 是非常惯用 好 谢谢大师 希望有忧郁症的 刚才提问的有忧郁症的朋友 可以回去跟自己的朋友 做一个建议 下面这个问题是 首先这位同学说 感恩我们的看部 大师给我们带来 如此这么好的一场讲座 那么也希望大师能把 高僧的这样一个大德 带到带出誓愿 那么带到更多的众人 希望更多人得到 一个洗涤 得到净化 希望国人的素质得到提高 那么也希望 这个朋友听有意思 希望高僧的这些大德 要像比尔盖茨乔布斯的 电脑手机一样 普及 让大家热爱 那么他提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身口的就不清净的 这个身口的克制 是容易做到的 也就是我们大家经常 可能说吃素啊 等等这些是容易做到的 但是如何克制 这个不洁净的 不清净的这样一个意念呢 这个如何做到呢 这个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也不管是世间当中的人和他刚才所发愿的一样 就是凡是对这个社会有利益的 这个世间当中的这些善知识啊 这些呢 应该在以后不同的途径 就是他们有一些思想的传播 这种传播呢 就是我们对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好 这个主持的这个部门单位 都应该这个借力支持和有一种这个热爱 那这样以后呢 我们特别希望呢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 不要变味 我们所有的人情的面孔呢 需要有一种善 慈悲 感恩 还要有一种相和 微笑 这样整个世界呢就变得很美好 很温暖 很温馨 就这样很需要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就刚才我们这个吴老师说的一样的 我自己感觉也是我们这里 很多人呢的确是要追求这个真善美的 这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恐怕是很难的 我有时候在过马路的时候 看到很多人的面孔 看到个个都好像想着什么 就特别浮躁 就觉得是拼命地要追什么 旁边路边看的时候的 也许不相信 你们等会看看 过路的时候那些人的面孔是怎么样的 他们心里面有一种特别向往和追求 但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没有真正是理他和帮助别人的心态 这个是很关键的 我们佛教当中 我不管到哪里来多年也是这样的 我想不仅仅是我 所有的这些 凡是稍微有一点开发自己能力的这些 居士也好 出家人也好 而且我们的国学大师也好 大家都是很想这个社会 哪怕是能做一点点的事情 应该要传播真善美的精神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真正像比尔盖茨和乔布什的 这样的这种树极精神一样 或者说他的这种传播 这样是我们现在的佛教精神 或者是大乘等利他的力量 如果这么多的人当中能接受的话 都是很随时 但这个对如今的社会来讲 因为如今的社会是东西方的国家 谁来讲是每一个都是站在自己的利益 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 每一个先站在自己的利益 看自己有没有利益 有利益的话就开始跟你合作 有这样的一种现象 所以在这个时候很需要利他的心 刚才这位他提出来的问题 就是说胜和口 这个罪业比较容易克制 但是心就比较难 这因为是这样 佛陀说是胜口意 知道吧 他那个程序也有 先身体比较简单 然后胜的恶意放在前面 然后口也比较简单 口也 我们口里面说妄语 所欺语 恶语 敌简语 这些就比较容易克制 然后再加上心 心里的谈证词 确实是比较难以制止 在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的要求 至少也尽量地把自己的身口 好好地保护 然后心里面产生七星动念的话 当然是有一定的困难 那么这个是要有一个过程 慢慢慢慢来 然后长期地你要去训练 长期地去对治自己的烦恼 那逐渐会自己的心会变好的 这是应该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修行 最后就是达到最高最清净的境界 谢谢 谢谢 谢谢看部上司 这位朋友是很有善心的 那么他提到 顶礼上司 前面您提到帮助别人会很快乐 可很多时候 我们在帮助的过程当中 由于力量渺小 或无法真正地帮助到对方 其依然还在痛苦中 这种状态会让我觉得 很低落 很难过 然后很动摇 一点点的力量是太微不足道了 对别人有用吗 还值得去坚持吗 您是怎么看的 在末法时代 您在弘法的过程中 也遇到过阻碍困难 那么您是如何去征服的呢 有请上司 这个问题 我们在做三世的过程当中 一般来讲是违缘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 如果造恶的话 可能很有可能 孙缘比较多 很有可能孙缘比较多 但不管怎么样 我看刚才这位 他很想做善事 但是有心离不住 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出现一些地主 有时候出现 他所做的这个范围 比较渺小 有这个可能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 只要我们有这一颗心 哪怕是做到多少就做到 我经常用一个故事 不管就算了吧 他说是 我这一条鱼他在乎 那一条鱼在乎 每一个一边放在水里面的时候 他就口里面说 他在乎 他在乎 后来我这个故事 我还是很感动的 在生活当中的话 我们尽心尽力做 也许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 我的事情不成功 但我没有任何的怨言和 我没有任何的抱怨 就是没有 就是也许我能做到的范围很小 哪怕是几个人的话 也许对他们是有利的话 他是在乎的 所以去年我跟我的一个朋友 也是一个法师 我以前的很早的时候的一个法师 他在洪华林圣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一些助碍 别人对他的不理解 然后他自己也是特别难走 他后来有一次晚上 到我这里来 我们两个再聊 聊的过程当中 他说他准备放下来 就不会不做这个次缘的入尺 我说你做吧 做了以后 你如果用自己自私自利的心 做这个 可能是以后你由自己怨言 确实他心很好 后来我说 你如果自私自利的心也没有 凡是能想帮助弘法利生 那这样的心态你做了也是 即使你做不成也是 你自己没有什么痛苦吧 后来他说 他这句话对他来讲 起到一定的作用 如今他那个寺院 大概是有可能五百多人吧 就是五百多人 他还是主要成员之一 就有两三个人 那么他前一段时间到我这里来 他说是 这句话好像是他有一种思考的余地 如果我是自私自利的心来做的话 不成功也是我可能有很大的后悔 如果我不是自私自利的心 但是我完全是利他的心 那即使没有成功呢 我就想这是终生的福报不够 这是他的缘分不够 我的因缘不够 所以我自己应该没有很大的这种灰心吧 因此我想在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面 能做多少就算多少 只要是有一颗气的话 哪怕是一点点做 三十我们一点点能做下去 那么二十的话 哪怕是一点点能遏制的话 也尽量地遏制 最好是所有的二十不做 所有的三十做 但是这个我们有一定的困难 那这样我们就三十尽量地做 二十尽量地治 看自己的根基和自己的能力来决定 谢谢上司 谢谢他们的上司 我们是量力而行 有多大的力量 我们做多大的事情 下面一个同学是这样一个问题 请问上司 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 作为在家居士 那么怎么样 是通过怎样的一个方法修行 才可以达到比较精进的效果 我看现在的社会当中 作为一个在家修行 应该是 尤其是佛教徒早起晚睡 然后白天经常跟非佛教徒 不要多多的散乱 因为现在在大城市里面 散乱的因就相当多的 因此作为一个真正发了菩提心 皈依佛门的话 那么至少也是自己对每天的生活 是有一种规划 然后所利用的事件当中 就是精进修策 完了以后 就是再可以调整自己的生活 谢谢 这位是一位藏传佛教的弟子 好 一位朋友提的问题 鼎礼上师卢一宝 我是一名藏传佛教的弟子 在上师的指导下 每天在修持上师瑜伽 请问上师瑜伽是否相当于 堪布开始的禅修 上师瑜伽有几种 上师瑜伽当中也有包括一些禅修 比如说我们观想自己的前面 自己的根本上师 把他当作诸佛菩萨的一切 三世佛陀的终极 然后最后祈祷 祈祷以后融入自己的身体 在这个时候 我们所谓的一会一体 就是上师的智慧和自己的心意 融入一体 这样的境界可以有种禅修的过程 但实际上禅修有两种 一个是观察修 一个是安住修 安住修的话 那么我们平时在汉地的一些禅修 这是藏地也有 所以上师瑜伽当中 应该有两种情况都可以 好 谢谢 谢谢上师 这里有一个朋友在问道 每天花两个小时念经叩头 但是不闻佛法 不读佛书 和每天花两个小时去读佛书 学习佛法 但是不叩头 不念经 很可爱 这哪一个更有意义 更有功德 请教上师 我问一个 每天吃两碗米饭 就是不吃菜 或者是每天吃两碗菜 就是不吃米饭 哪个有意义 哪个 那我们这位朋友知道了吗 请教我们朋友问的问题也非常可爱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好像是比较专业一点 他说上师你好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六道轮回像是一个体制 又像是一座巨大的 不断运转的机器 六道众生就像是机器里的每个部件 而慈悲的佛陀就站在机器旁边 不断地将苦难的众生就拔出来 我想问 是谁制造了这个机器 用什么动力使它不断地运转 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些众生也好 六道轮回 并不是像其他宗教说讲的一样 谁来特意地去制造它 我们用一种机器来比喻的话 这也不是很合理的 因为六道轮回它是无边无际的 那么无边无际是无限的 无限的东西是用一种有限的东西来比喻的话 这也是不合理的 而且佛陀也是站在机器的另一端来 不断地救 汗 这种现象也恐怕是没有的 实际上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比如说我们下的毒药 它会产生一种恶的毒果 同样的我们造的恶业的话 它在内心当中自然翻向了一种恶业的枯数的果报 所以在轮化当中的 在我们这样的轮回的梦 没有醒过来之前 每一个众生一直在扭转 虽然它没有任何一个作者 没有任何一个创造者 但是在这个轮回 它是一种这样的旋转的一种形成 所以这种现象 我们就是所谓的以尸而缘起 尸而缘起的道理 明白的话 知道六道轮回到底是怎么回事 尤其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 苦积灭道 这四体的道理 四体的道理 如果你没有明白 光是有一种工厂里面的机器 来跟六道轮回完全要对比的话 这种比喻和意义都是不太适合的 谢谢刊布 这位朋友问的是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聊幸福的心真的可得吗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是《金刚经》里面的一句话 那么这个心不可得 实际上是确实也是不可得 在这个时候 幸福的心也不可得 我们可以这么说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希求呢 虽然心在真正的思想当中 它是不可得的 可是我刚才所讲的 我们还没有得到这种境界 如果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 他真正得到了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知道他的生活是 就像是藏地的米拉日巴 汉地的吉宫和尚 或者说是在印度的龙猛菩萨一样的 就是非常逍遥自在 就没有任何的这种约索 就没有约索 可是我们现在是动到的什么呢 这是文字上 理论上的还没有动到 理论上如果要是动到的话 我们会观察 我们现在的这个心 就是得不得得到的 那么用时间来观察 未来的心 就是能不能得得到的 这个是我们在中观当中 有专门一种分析方法 那这个时候呢 不要说我们幸福的心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现场的 所有的这个 五星级的宾馆也好 学校也好 都得不到的 这是并不是心一个上面的 外境也是得不到 可是我们还没有通到 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呢 确实这个幸福的心也是有的 痛苦的心也是有的 因此我们茫茫的众生 云云众生的话呢 它是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 这个幸福呢 就是有暂时的幸福和究竟的幸福 暂时的幸福呢 我们的这个满足心和 我们的这种自主性呢 而究竟的幸福呢 真正获得 端除这个烦恼症和缩制症 获得了胜者的过位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成为是一种幸福 这种幸福用语言来可以描述 谢谢刊部 谢谢刊部 这里有一个朋友提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要是国学班的同学 我相信也学过金刚经的话 可能会非常熟悉这个问题 这些朋友提到的是 前期的时候看到一段话 很深奥 但想弄清楚 也就是说 我们经常说的 人生的三重境界 第一个境界就是 看山就是山 看水就是水 第二重境界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那么第三重境界 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 有请刊部解释这三个境界 有请 我认为你以前没有学佛 没有学佛的时候呢 就是看山就是山 看山就是水 然后你学到 就是通过中管来观察的时候呢 原来你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然后幸福的心也是不可得 水也没有 山也没有 宾馆也没有 到最后你学了一定的这种境界的时候呢 在现现当中 在实现当中我们还是要随顺 包括佛陀当时 他已经证悟了最高的境界 但是他跟人们一起吃饭 人们一起化缘 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些大成就者 大成就者 他的真正的心灵的这种 心灵的这种境界的话呢 应该是远远超过我们世间的一般的熟人 但是他还是跟我们 看山就是山 看水就是水的这些人呢 就是水顺众生 所以说你到了最高的境界的时候呢 最后也会水顺众生 但是他的心态呢 都完全不相同 所以我们对佛经的了解的时候呢 恐怕是有三种方式 我经常用层次来比喻 就这个很重要的 你们在座的人可能先 从来没有学过佛 或者是学过没有 就是没有学过过学的这样的道理的时候呢 所谓的幸福的概念呢 你认为是这个真实存在的 然后后来通过学习以后呢 所谓的幸福也是一种心态 那么它在空心当中 外境也不存在 内境也不存在 那这样的话呢 所谓幸福也好像不存在 那真正动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呢 但是你在这个社会圈子里面 不得不相应随顺实惠 在这个时候 你可能也不得不承认 就那个时候呢 还是善也有 随也有 所以以前参众的很多的大德呢 它在不同的利语当中 有不同的文字 但是它得到的价值都是不相同的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有实有的善 到中间的时候呢 就是善都是不存在 但到最后的时候 就变成了虚幻的善 但实际上呢 你在别人面前呢 就是都有不同的承认 谢谢刊部 还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 佛教有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 何为大乘佛 何为小乘佛 那么我们如何去选择信仰 大乘与小乘佛 有请刊部 一般佛教的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呢 印度的一位智者叫做阿底下尊子 他这样说过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之间的差别是 具不具足菩提心来分的 具有菩提心的法呢 这种教呢就是叫大乘佛教 不具足菩提心的这种教法呢 就是叫小乘佛教 所以小乘佛教呢 也叫做南川佛教 现在在斯里兰卡 在缅甸 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比较兴盛的 所谓的大乘佛教呢 就是在中国 在日本 在美国等等 就是这些国家比较兴盛的 所以我们看看 你适合 你自己适合是哪一个教 如果你自己想自己从痛苦当中获得解脱的话 这是一个小乘佛教 如果你自己呢 不单是你自己从苦海当中获得解脱 还要想帮助天下无边的所有的众生 你要发这样的清净心的话 这就是大乘佛教的今生所在 因此呢 看你选择那一个宗教 那一个佛教的话 主要是靠你 如果你的心的力量比较大 我自己的解脱都是不要紧的 只要是能帮助众生的话 我自己自然而然会解脱 先我一定要度众生 如果你度众生的力量特别强 你要选择大乘佛教 如果你想我自己 包括我们现在有汉传佛教当中的 极个别的一些求往生法 有些往生法呢 很多人都是不想度众生 就是自己就到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那里就好好的相守相守 其实这种心态跟小乘佛教比较相同 不敢说是小乘佛教 我说的是比较相同 所以看你自己获得快乐的 属于是小乘的 看众生获得 但愿众生离苦得罗的这种心呢 就是属于大乘佛教 所以选择呢就是靠自己 谢谢上师 这位朋友提的问题有点专业 上师瑜伽观想中 如上无根本上师 是否可将莲花生观想为根本上师 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呢 就是看这个 有两种修法 有一种像 全知无光尊者的虚幻修习等论典当中呢 说上师的这个形象呢 最好是不要这个改变 就是上师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你就自己观上师的形象 然后也有其他的一些教言书里面呢 你的这个本体是自己的根本上师 形象呢 就是观莲花生大师 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等等 其他的这个形象 所以这是我以前分析过 就是这种问题的话呢 看你对自己的上师呢 有没有像佛一样的信心 如果你对自己的根本上师 是像佛一样信心的话呢 那么他的形象不改变可以 就是直接观自己的上师都可以 如果你对他的这个信心还不足的话呢 那么你就可以就是把它观为 莲花生大师等等 就是这样的时候呢 你不会倾斜见 你就本体上呢 就是跟所有的上师无二无别 但实际显现上呢 就是莲花生大师 文殊菩萨等等 所以应该是在观想的方法呢 就是也是根据看自己的这种 心结的高地来决定 谢谢上师 好 下面一位同学生 鼎礼大恩上师 他提的是这个问题 我们在梦中啊 常常犯错误 但是在梦中犯错误是不算大错 不算犯错 但是我们在现实 我们的现实正在梦中 那我们在现实中犯的错误 为什么就算错误呢 我们现实中的这种梦中犯错误 但到成福的时候呢 也不算错的 那个时候我完全知道 是我现实的这种梦呢 就是在那个时候醒过来了 知道吧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 晚上的这个梦呢 就是现在我心觉的时候 其实人有三层梦 就是第一层梦呢 就是我们这个梦中的梦 第二层梦呢 现在人生的梦 第三层梦 就是已经完全醒过的时候呢 就是长久的时候 这是月城论师的有些相关论典里面是讲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 按照这个戒律 别戒脱戒的戒律来讲呢 梦中有些时候的犯戒 就是有些犯错呢 就是到了这个心觉的时候呢 他虽然有一些微习的罪业 但是并不是根本具足的 不是很大的错误 但是你现在的这种错误呢 也是到了这个最后 真正是你成佛 你成就 知道是人生真是一个梦幻的这种境界 出现的时候呢 就是不会错误 但因为我们现在呢 这个人生如梦幻 只是口头上说而已的 实际上现实的这个梦呢 就是还没有醒过来 当你有一天完全醒过来的时候呢 你今天所做的这种梦的这种罪业呢 就全部都是对你 不会构成任何威胁 梦中即是现实 现实即是梦中 感谢上师 这位朋友问的是尊敬的 索达基看部 他问的问题 被人爱着和主动去爱别人 哪一种幸福更好 这个看可能自己的这种心态来决定吧 因为所谓的这个幸福呢 我们早上也已经分析了 其实是一种执着方式 那么执着方式的话呢 你不管是主动也好 被动也好 就是最后呢 就是得到的这个效果 就是看你在哪种程度上 得到真实的满足 如果是主动的这种满足感比较强的话呢 就是那这种效果比较好 如果是被动的这种这个满足感比较好的话 那它的这个效果比较好 问一个问题 我们看不上是 是不是您呢 是属于是既被大家爱着 又主动爱着大家的 可以这样理解吗 说什么 我说问一个问题 我接着这个朋友这个问题 我接着延伸一下 我想我们的看不上是 是不是您是属于既被爱着 然后又主动爱着大家的 这样一种状态 这是看我们每个人 因为确实是 所谓的这种爱 在某种程度上 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词 我以前在其他场合当中说过 在汉地的文化当中 就是所谓的爱这个词 基本上很多年轻人也好 很多人特别地执着它 但是我们在藏地的文化和在其他有些 包括我知道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当中 那么这个字眼基本上跟其他的一些心态非常模糊 比如说所谓的喜欢 开心 跟这些字完全融合一体的 我们有一次编字典的时候 所谓的汉地的爱 编成一个藏文当中独特的一个专用词的话 实在是找不到 实在是找不到 所以说我们在其他的有可能个别的一些民族当中 所谓的这种爱也许可能是比较模糊的 这种情况可能你们有些人是不理解 怎么可能呢 这个都模糊的话会不会变成另一种众生 会不会 但实际上也不是 所以在这种前提下 看每一个人的这种文化和每一个人的习俗 以及呢就是跟自己的自主和宣传题材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谢谢 谢谢上师 相信上师一定是很幸福的 那么这位同学问的 我相信是很多同学可能想问的 这位同学说感觉自己啊 这办事太苦了 这办事太苦了 想问问有没有办法修现实报 能改变自己这一世的命运 请教上师 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很多的这种善事的话呢 这是改变自己这个真实命运的一种方法 你们可能学过这个尿凡思讯啊 还有我们的一些论典 善的一些论典的话 的确是我们佛教并不是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全部都是用业来支牌的 就没有这样的 有一部分的确是业是占主线的 但是我们如果将把自己的这种人生 将来的人生都要改变的话呢 有很多善事做的时候呢 就是稀奇般的会改变过来的 再加上呢 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当中呢 其实很多人并不能认为是我们现在太苦了 就不能这么想 其实很多苦呢 是人生的一种低色 人生的一种本有的这个心态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所谓的苦呢 就是有一种很好的方式来接受的话呢 它不一定很苦的 包括凡夫人的一些身体上的 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这种痛苦呢 的确也很难以成熟 那么除了这些以外 一般心态上的有些痛苦呢 你完全都是可以有一种调整 其实我今天早上所讲的一样 我们在座的人是应该很快乐的 为什么呢 你如果到医院里面去一看的时候 确实是知道就是很多人在这个受苦 你如果到这个 我去过一些监狱里面 我去过监狱里面 就是这些每一个人的监狱里面的人的话呢 那么他们就是唯一的一个希望呢 就是跟这个自己的亲人啊 就是大概是一个小时就是好好地交谈啊 就好多这个犯人啊 他有这样的这个心 他的要求就是 其实我们世间人的话呢 就是每天都是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聊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觉得还很痛苦 只能跟他们吵吵牢牢就是这样的 那如果你真的是关在监狱里面的话 那就是你有一次机会出来 就是跟家人一天就是一号号地聊也 你一生当中可能已经满足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这种痛苦和我们的这种快乐呢 完全是有一种执着的心事来决定的 在这些问题上面呢 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范式 就是不能认为啊 就是现在很苦啊 现在怎么办呢 怎么啊 人都是一生当中 都是有一种怨气的状态当中 活下去的话呢 就是其实是不开心的 已经有一种岁缘 我本人是这样的 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的话呢 就是成功是就是很好的 不成功也是岁缘的 但是我不是消极的 我还是要努力 不管什么事情呢 这要是有意义的 这要是对大家就是有利的 我们不能把它就是放弃 就是应该争取一份努力 谢谢刊部 我们这是一位可能在家居士的朋友提问的 尊敬的上师鼎礼 作为在家居士 我长期是磁数兼修 八观灾界 在平时的饮食中 但是经常会遇到系列被动杀 如朋友一起吃饭 他们经常会去点杀 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 该如何处置 有些人提醒也没用 另外 关于鸡蛋与牛奶是否可食用 谢谢 有请教 八观灾界的时候 尤其是点杀的事情呢 我想我们很多佛教徒呢 就是不会点杀的 就是一般来讲 我今天早上也稍微提了一下 确实是 现在很多 包括有些 结婚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还有一些朋友团聚的时候 杀很多鱼 杀很多青蛙 狗 鱼 蛇等等 其实这些我们的确是 可能你们很多人也难做到 但是实际上你们还是要多多地忏悔 我在人生当中最不看到的就是杀众生 确实如果别人问我 你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什么呢 不管是杀人也好 杀其他众生 只是我没有出家以前的话 藏地我看到杀牛的时候 我就会跑 实在忏不忍睹 我也希望我们这里很多人是善根应该很不错的 尽量在这方面 因为对自己不理 说实话 你如果杀了很多很多众生的话 你的万年 你的子孙 你自己的身心上面一定会有很多的报应 同时我们在素八观再解的时候 只要你自己没有很好的去支配他或者杀他 这样的话 可能实在是无论威力的情况下 可能没办法阻挡的 当然尽可能地保持清净很重要的 然后关于吃素 鸡蛋的问题 在汉传佛教当中也是吃最清净的素 就是一般忌惮的不吃 汉传佛教里面也有这样的 但是一般来讲 很多现在的一些生物科 还有一些学者 专家 他们也认为 忌惮是没有真正的众生的生命 所以也有很多人 包括汉传佛教自古以来 也有一部分也有吃忌惮的 所以这个问题上面 我自己认为应该鸡蛋不会像吃肉一样 做很大的过失 当然通过他的一些得到的话 对这个鸡也有一些可能痛苦 所以也有一些带来的痛苦 但是我们以前藏传佛教的有些个别也说了 我们在整个世界上是一点这种罪恶的 没有的这种事物是找不到的 因为轮回借苦的原因 所以你不管吃米饭也好 不管吃菜也好 都有一系列的一点点过失 但是这些我们稍微忏悔一下就可以 所以不会构成很大的过失 谢谢看部 还问了一个牛奶是吗 牛奶 还问了一个牛奶 牛奶我喝下去了 刚才 大家可以放心地喝牛奶 不过会担心加什么三区静安什么等等东西 我会担心这一块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这样的 我给一到两个问题 我们现场提问好吗 给一到两个问题 最后因为最后有一个问题 我当然会留给上次最后一个回答 现场我们提供 先提供一个机会好吧 有哪位我们在座的朋友 如果现场可以互问的 好 声音大点没关系 站起来声音大点 我弟话筒可能来不及了 您的教师是这样子的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就说 大家都讲了很多因果嘛 然后会有造业 那么如果生恶性的疾病 是说是一个定业 那正好是我最近家里 我妈妈在生癌症 所以我就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帮助到她 因为她唱腹或者做什么能帮助她 其实确实我们有些时候 人到了最后 比如说得癌症 得无法治疗的这种症 在这个时候 可能人生自己也知道 自己会反死自己的 比如说我今天诊断得癌症的话 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即生当中造了很多的恶业 会反死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所以我想我们第一 刚才这个问题引上大家 以后在生活当中 尽量地自己先看一下 哪些是比较中等的 不会有很大罪业的 哪些有非常大的罪业的 那么这些罪业呢 虽然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在做 但是你自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最好有一个选择 这是我一个普通的人 来自清藏高原的一个出家人的话 有这样的一种恢复之言 希望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的话 要自己选择一下 对自己的人生构成危害的 乃至精神 乃至生生世世构成危害的 大家尽量地要精神注意 当然对他的母亲的这种疾病 现在所谓的癌症的话 的确也是很难治疗的 但昨前天我们刚刚有个别的一些老师 也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有些癌症患者的话 他自己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的时候 突然的吸气般的有些病也有好的 这不是所有的 所以我希望不管怎么样 他到最后的时候 也尽量念阿弥陀佛和还有一些忏悔 那么对他自己来讲 不管是活下去了 还是对他死了都有非常大的利益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些人 真的是最后生命不长的时候 让他们全念一些 哪怕是欧玛尼巴米红石 那么阿弥陀佛 这样的咒语念一部分的话 也有非常大的意义 我们作为他的亲戚和作为他的家人的话 尽量地对他做一些善事 包括一些方式 包括一些其他的善事 一定会是对他有帮助的 好 谢谢 谢谢上次 最后一个问题 请另一位朋友 有请 大师 那个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听了你一天的这个演讲 就是说 因为你是佛教 那么就说 比较是 讲究一种初世的一种态度 那么 可以说已经寻求了一种解脱 但在中国现实的社会 是因为是鲁教 比较不变的 而且它是一种 你路式的 可以说还是一种 就是 刚才那个 上午你也说了 佛教这块 比较追求一种精神上的事 或者是财富 但是在鲁教这块 还是比较是要追求一种 相对于物质 或者是一种 现实的一种方式 那么你如何 对鲁教的这种态度 谢谢 我解释一下 您刚刚提的是 儒家文化 它还没有形成教 是儒家 儒家 儒家 儒家文化 提倡的是一种 儒式 对 我对 这个 就是 儒式道 这三个文化 还是很感兴趣的 其实我们 佛教实际上 在某些程度上面 讲的初始的道理比较多 但今天我所讲的 不管是上午 下午 我对初始和儒式 都想结合起来讲的 如果完全是 按照佛教初始的这些道 比如说像空性的一些理念 或者说我们讲一些 菩提心的最高僧的 一些自他交换的修法 恐怕我们在座的各位 都不一定能接受 所以我是在佛教的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层面 因为我知道 我们现在的利他心 利他的心 不管是儒家也好 佛教也好 都是非常需要的 而且我也并不认为 所谓的儒家文化 对物质上非常重视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 其实儒家文化 特别现在人们需要的 就是心灵的层面 但这个心灵层面比较简单 我们在任何的国学当中 都看出了 这是对生活的为人出世和一些 包括我们的孝顺 利益 一些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往 这方面都比较多 但是儒家文化怎么样爱护我们所有的生命 怎么样爱护我们人的长远的一些生存问题上面 并没有更深层地去抛弃 所以这样的原因 我想我们现在就像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南淮经》老师的有些书里面所讲的一样 应该说中国传统或者从历史来看 如十大三家结合起来 才有真正的精神上的提升 如果你缺少了一部分的话 在有些上面恐怕不是很完美的 因此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也非常希望 古文化的重视 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有时候真的是 古人对我们现在的路指点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是喜欢看很多书 但是我就偏向于古代的这些高僧大德也好 包括有些古人的一些书 我觉得是更有分量的 所以希望大家从中真正得到了智慧的进化 非常感谢刊部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提问了 就像刊部刚才讲的 实际上文化不是单一的 也就是我们其实在学习过程上 不管是儒家的 道家的 佛家的 我们方方面面的 中西方的文化 当我们都融会贯通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智慧就会更高 那么看问题的也会更客观 尤其我们今天听了刊部一天的讲座 我们会有一个深深的感悟 人生的每分每秒都是有意义的 我们任何一个念头 无论你是善念还是恶念 也都是有意义的 它会对你的 不管是你的现实或者是你的来世 都会带来影响 所以人生不是虚无的 不是空洞的 所以我们很多可能 有些朋友喜欢算命 我记得我们国学班有些同学会喜欢算命 说我这一生命就是这样了 但是今天我们听了刊部的 这样一个一天的一个讲座 我们也感觉到 所有的命我们都是可以去 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改的 我们不断地去行善事 奉献爱心利他 因为我们本身来说 也是一种幸福的之路 我们今天讲到幸福的根本是心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幸福的根本 我们再以热力的掌声感谢刊部 建议大家可为我们集体起立 刊部今天给我们站着讲了一天了 我们集体起立 暂时掌声感谢我们的刊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